环宇大世界来关心 美国2020总统大选倒数76天了 在野民主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将要正式提名前部总统拜登 还有加州参议员贺锦丽 叫逐白宫大位 配合新冠疫情需求 大会一连四天破天荒的 以虚拟的方式线上举行 还请来不少大卡 国歌开场凑齐美国50周 各个族裔和年龄层的素人歌手 展现美国的多元性 民主党全代会配合防疫需求 破天荒以虚拟棚搭配网路连线 请到正堂A咖远距站台 前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 最后这句就是用了总统川普 最爱的口头禅 痛批川普第一次竞选就不够格 哪能给他第二次机会 当了丈夫八年的副手 拜登的好蜜雪儿最知道 党内大咖轮番上阵 打穿主轴紧扣新冠疫情 和族群对立 没有现场观众 网友透过网路摄影机传达掌声 轮到拜登党内初选的最大劲敌桑德斯 则是以沉重的亡谷感 高喊选民团结 终结川普恶政 大会中也请到新冠死者家属 以及遭白人警察虐死的 佛洛伊德家人 有好莱坞女星伊娃·朗格利亚 担任最美司仪 为一连四天的民主党拳戴会 拜登和贺锦丽的正式提名之路 揭开序幕 张力德兵一